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自破与妻子梅兰妮亚染疫 并已开始进行隔离程序 外交部表示 得志后也立即向美国在台协会 转达总统参议文与外交部长吴钊燮的诚挚慰稳 并预祝快速康复 外交部说政府将在既有台美合作机制上 与美方持续稀守抗议 共同维护台美双方人民及全人类的健康安全 未呼吁台湾认同趋势 避免外界误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德国民间最大友台组织德中协会 台湾之友 高票通过改名为德台协会 德台协会成员有100多人 1957年在西德首都波昂成立至今 一直是德国民间最大友台组织 美国劳动部每两年都会发布 同工及强迫劳动制品清单 今年首次将台湾远洋渔船所捕捞的渔货列入名单中 环保团体绿色和平表示 日后台湾远洋渔船的渔货产品出口美国将面对严格限制 除非可证明产品并非有强迫劳工生产 否则可能不得进口 对此农委会渔业署回应 渔货输美占不受影响 美军MQ-9死神无人侦察机最新测试成功 搭载8枚地狱火飞弹 杀伤力进一步提升 早前有消息指出 美国将出售至少4架MQ-9B无人机 以提升台湾军方的战斗力 中共对此颇为忌惮 据称今年初美军出动MQ-9 斩首伊朗二号人物苏莱曼尼 曾震惊中南海 新唐人海的电视整理报道